穿着西装搭配招牌后背包 他是全球随身碟晶片 市占第一的群联电子董事长潘建成 外界形容他是娃娃脸的老链商人 你看看大陆的政策怎么去支持 韩国政策怎么去支持 这个很明显就是一个处于在 非常不公平的竞争上面 那变成说我们是以企业自己的力量 去跟人家所谓国家队去做竞争 这个怎么打 26岁就跟五个交大学长学弟创业奏陶贝 33岁还曾登上IC设计股王 如今年一收400亿 不过他的创业路也不是一路平顺 过程其实真的很辛苦 很辛苦 那种天然交战心力交税那种绝望 这16年以来起起伏伏 面临几次倒闭 然后面临很多挑战 就是没有后台 到今天你说去年电子 我们有大股东 大股东某程度 并不表示自己的后台 大股东支持你是因为 我们有任何做 创业第二年面对老东家提告 28岁的潘建成公司 差点不稳倒地 2008年的金融海啸 记忆体价格崩盘 股价走到历史新低 想不到假账风暴 又让他的事业路 差点陷入瓶颈 让公司可以成长 我做了这个布局 那踩了红线 我们坦然面对吧 坦然面对彩虹线 重边财报走过低潮危机 潘建成也不忘给年轻人 劝敬勉励 台湾很困难 中国大陆也很困难 日本也很困难 马来西亚也很困难 你说到87去都很困难 OK 那年轻人要怎么去突破 我觉得 以其外环境怎么样 先增强自己的人力吧 OK 我认为每个时候 都有他自己的机会 但是呢 机会来的时候 你没有那个能力 去应付的话呢 我想是没有意义的 用诚恳态度 屡次化险为一 从小桥生变 一元大亨 潘建成无一已是产业传奇 东森台经新闻 江明星神医腾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